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人才不是华为的核心竞争力 对人才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 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对人才进行有效管理呢 本书作者吴建国是原华为人力资源副总裁 他将人才管理总结为六大难题 引不进,选不准,用不好,涨不快,掉不动和送不走 而华为的成功正式解决了这六大难题 下面,我将分别为你解读华为是如何解决这六大难题的 首先来讲第一个难题,引不进 我们看看华为是如何吸引人才的 今天的华为已经是一家世界500强的科技公司 是许多优秀人才向往的就业公司 吸引人才的问题已经解决 作为中小企业,要学习华为吸引人才的办法 要从华为早期的发展历史中吸取经验 早期华为吸引人才靠两个办法 一是给员工描绘美好的愿景 20世纪80年代末,华为从电话交换机的贸易起价 产品利润高,市场前景好 任正非萌生了制造交换机的想法 制造交换机需要专业的人才 上一任董事会主席郭平向任正非推荐了自己的同学郑宝用 而此时郑宝用刚刚考上清华大学的博士 为了说服郑宝用加入华为 任正非亲自去了趟北京 他告诉郑宝用 中国的电信设备市场被七个国家瓜分 各国的产品很难做到互联互通 华为要做中国人自己的交换机 把列强赶出去 在美好愿景的感召下 25岁的郑宝用毅然放弃了名校的学业 加入华为 被任命为总工程师 华为一直在给年轻人描绘美好的蓝图 1998年 当诺基亚还是手机业的王者时 华为在校园招聘中告诉年轻人 华为的明天就是诺基亚的今天 而2019年9月 任正非与国际顶级人工智能专家对话时说 5G只是一个小儿科 人工智能才是华为的未来 这些美好的愿景都能为华为吸引到最顶尖的科技人才 第二个办法是给够钱 30年前刚入职的正保用 每月工资是500元 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今天的华为 同样给年轻人中的佼佼者 开出了高于平均薪资几倍的薪水 以上就是华为吸引人才的方法 接下来讲第二个难题 选不准 我们看看华为如何选拔人才 公司有了吸引力 自然不缺少求职的应聘者 但能否找到合适的人才 却是一件让大多数公司头疼的事 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 美国公司的岗位匹配度大概在50%左右 而中国公司的匹配度更低 只有30%左右 这意味着 中国公司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招来的人才 只有三分之一符合需求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选人陷阱 应聘者想方设法地博取面试官的青睐 手段包括夸大事实 甚至造假 让面试官感情用事产生误判 而华为的岗位匹配度 可以接近美国公司的水平 华为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 华为建立了一套相对客观的选人标准 只有客观的标准 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面试官的主观判断 客观标准包括两个维度 一是识别岗位的关键能力要求 比如招聘销售人员 通常我们认为销售人员应该具备三项能力 人际理解能力 口头沟通能力 以及韧性 但华为在招聘时 并不一定要求应聘者三项能力都具佳 而是找出最关键的一项作为选人的标准 这三项能力中 华为认为人际理解能力是最为关键的 因为表达能力和韧性都可以通过长期的训练加以提升 而人际理解能力是很难改变的 他要求应聘者具备短时间理解对方需要什么的能力 只有理解了对方的需求 才能制定进一步的营销方案 因此 人际理解能力是营销岗位的关键素质 华为选人的第二个标准是 个人价值观是否与企业价值观匹配 华为最核心的价值观有两条 一是以客户为中心 二是以奋斗者为本 两条价值观内在的逻辑是 没有长期奋斗的精神 就不可能在快速变化的时代 为客户提供长期的价值 在华为看来 价值观匹配比岗位能力还要重要 因为从长远来看 随着工作的深入 价值观的差异 会让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嫌隙 越来越大 对于企业而言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而员工的能力越强 对企业的负面影响越大 例如 华为前常务副总裁李一南 由于与任正非的价值观冲突 离开了华为独自创业 引发了长达六年的同业竞争 因此 在选材上 华为更倾向于价值观匹配的人才 虽然他们能力不是最顶尖的 但是经过长期的磨练 最终可以成长为企业的中间力量 有了客观的标准 接下来就要找到 评判人才是否符合标准的方法 华为采用了STAR行为面试法 作为评判的方法 STAR分别是 情景、任务、行动和结果 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意思就是看应聘者在什么情景下 承担什么任务 采取什么行动 结果如何 STAR行为面试法的要点是 考察的任务场景要具备戏剧化冲突 这么做的好处是在剧烈的冲突中 应聘者将充分地展示自己 很难撒谎 因为苍白的描述 磕霸的表达都很容易被面试官看穿 STAR面试法怎么用呢 根据选人标准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考察应聘者的工作能力 比如考察营销人员的市场开拓能力 一个有经验的营销人员 不管负责区域的大小 都应该知道从哪里获取客户 客户的核心需求是什么 以及用什么方法来打动客户 在设计面试题目时 可以问应聘者一些尖锐的问题 比如遇到最困难的一次市场开拓任务 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克服最困难的任务 一定有一波三折的戏剧化冲突 根据描述的细节 面试官可以判断应聘者的专业水平 二是考察应聘者的价值观 华为的价值观一直是以奋斗者为本 怎么考察应聘者是否符合呢 面试官可以问应聘者 经历过哪些磨难和挫折 通过应聘者的回答 面试官首先可以了解 应聘者对磨难和挫折的认知 其次 面试官还可以了解 应聘者克服磨难和挫折 采取的方法和策略 判断应聘者是否具备 艰苦奋斗的勇气和能力 即使应聘者事先做足了功课 伪装成经历过磨难 在戏剧化的冲突中 应聘者没有亲身经历过 描述的语言会非常苍白 很容易被面试官识破 最后 想要找到合适的人才 还要规避面试官的自我保护心态 大多数企业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企业的管理者 更愿意招聘比自己能力低的人 原因一是能力越强的员工越难管理 二是能力强的人才 未来会威胁上司的地位 华为解决面试官自我保护心态的办法有三个 一是团体面试 华为通常安排三至五人的面试团队 这样除了岗位需求部门的面试官 有自我保护心态 其余的面试官都能做到客观公正 二是设定挑战性的目标 以招聘部门为例 通常企业会设定招聘计划完成率等指标 在这个指标的指导下 招聘部门只要招到人就算完成了任务 招聘人才的质量就没办法提高 而把指标改为关键岗位人才留存率 不仅要招到人还要顺利通过试用期 挑战性增加了可以倒逼招聘部门筛选更优秀的人才 三是直接了当的纠正错误 如果招聘进来的新人在一段时间的适应后 发现是庸才 负责面试的管理者会被告诫改正 直到取消他的面试资格 以上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我们讲了华为选拔人才的标准 方法与注意事项 接下来讲第三个难题 用不好 前面讲到了 华为的招聘只看中人才的某项特质 而对于人才的短板 华为则通过培训来弥补 那华为是如何培养人才的 华为为了让人才快速成长 制定了两大原则 一是因材施教 不同的人才需要制定不同的培训方法 例如有技术出身的管理者 人际理解能力欠缺 有销售出身的管理者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但缺少战略思考能力 第二个原则是学以致用 不同于学历教育 企业的人才培养是为了实用 因此华为的培训注重实践 例如新进员工 70%的时间用于实践学习 在这两大原则的指导下 华为总结了人才培训的四大方法 第一 企业领导人担任培训校长 由于人才的培养难度大 建校慢需要长期的战略规划 因此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这一特点决定了培训校长 不适合由人力资源等部门专职领导来担任 例如在华为 任正非一直担任华为大学的校长 还没有成立华为大学的时候 早期的业务骨干如李一南、郑宝用 都是任正非亲自带出来的 而业界优秀的企业也实行同样的方法 例如湖畔大学的校长由马云出任 第二 中高级人才担任教员 通常企业的中高级人才只负责业务开拓 而在华为 他们还要完成人才的培养 华为为每一位中高层管理者 制定了企业讲师的培训计划 并要求他们考核上岗 这样 员工在工作中就能得到 上级主管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 另外 华为半数以上的会议是学习会 在会上 中高级管理者为大家分享成功的经验 和失败的教训 第三种方法是聚集重点 快速突破 企业在快速扩张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各种问题 但如果想要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 华为的方法是 找出最重要的一两项重点 集中火力快速突破 例如 华为早期的通讯业务需要打开国际市场 最缺乏的是了解当地市场的高级管理人才 为此 华为立即组织人力 开发了一套标准的人才培训流程 这其中包括 请海外的业务精英提炼开拓市场 所需要的五到八个关键问题 比如关税问题 劳动用功问题等等 在针对这些问题编写教材 最后将大量的受过培训的人才输送到全球各地 第四 奖励培训者 中国有句俗话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现象 自立老的员工或高层管理者 害怕被后来的年轻人超越 借口时间精力不够 对人才培养敷衍了事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是把人才培养的效果 与培训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一是 华为制定了人才培养与管理者 晋升资格挂钩的政策 如果不能培养本岗位的接班人 则永远不能被提拔 二是 加大培养人才在管理者考核中的比重 例如 1998年 任正非将高层管理者的 KPI中的人才培养能力的比重 提高到了35% 任正非解释说 这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动力培养新人 矫枉必须过正 等哪天大家愿意培养新人了 再把权重降下来 以上讲完了华为培养人才的方法 但华为在全球的扩张 还离不开干部的提拔 这就是第四个难题 涨不快 看看华为如何任用干部的 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选拔 华为有一个三优先法则 第一 优先从业绩好的团队里提拔干部 业绩好的团队是华为的干部资源库 华为规定 如果团队业绩连续不达标 管理者要被免职 复职不能转正 正值从业绩好的团队中抽调 这么做促进了团队之间的竞争 团队成员做出成绩 正值可以晋升 团队成员也有机会成为其他团队的管理者 第二 优先从艰苦地区提拔干部 华为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 有的是发达地区 还有很多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 其他条件相近的情况下 华为优先提拔落后地区的干部 这么做是因为逆境更能锻炼人 例如作者曾经被任正非派到内蒙古 乌拉和阿拉扇等偏远地区锻炼 第三 优先选拔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干部 管理者有自我批判精神 可以带动整个团队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 改正并提升自己 同时管理者还要容得下他人的批评意见 其次对于高层干部 华为实行轮值制 轮值制是指高层领导 由多位核心管理者轮流担任 比如华为的董事长 由郭平、胡厚坤、徐直军 三位董事会成员轮流担任 现任轮值董事长是胡厚坤 华为的轮值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最初华为所有的决策 由任正非为核心的总裁办制定 为了摆脱对任正非的依赖 培养接班人 华为对决策层做出了重大改变 改变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实行EMT轮值制 EMT是指经营管理团队 1998年 华为聘请IBM帮助搭建组织管理系统 在IBM建议的建立下 华为确定八名核心管理者 轮流担任EMT主席 EMT轮值制改变了过去一言堂的决策方式 由于EMT成员来自于不同的部门 这样做能广泛地听取来自各方的声音 第二步是实行CEO轮值制 EMT轮值制成熟后 2011年 华为在保留了EMT决策机制的情况下 开创了CEO轮值制 CEO的三名轮值成员 从EMT的八人中产生 轮值任期为半年 轮值的CEO不仅要做好CEO分内的全局协调工作 还有兼顾原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 这样做有利于高层干部更好地理解其他部门的业务和难处 第三步是董事长轮值制 当CEO轮值制成熟后 华为进一步升级 2018年开始实施董事长轮值制 目前华为的轮值董事长 由郭平、胡厚坤、徐直军三位前任轮值CEO担任 三人能否成为任正非合格的接班人 还有待观察 为此华为保留了任正非的一票否决权 最后华为对干部实施动态管理的原则 创业初期华为就实行了这个原则 1996年初 华为举行了市场部集体辞职活动 活动前 华为要求每一位市场部正值以上的干部提交两份报告 一份是数值报告 总结1995年的工作绩效 以及下一年的工作计划 另一份是辞去正值报告 从基层做起 公司根据业绩表现批准这两份报告中的一份 华为这么做有两个原因 一是起到了锻炼干部的作用 比如三位轮值的董事长在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都是经历了多次臣服的 二是打破了官本位意识 中国传统的思想是把干部看成权力的象征 干部有了权力而承担一定的责任 而在华为是相反的 因为责任而赋予权力 一个干部代表好团队 做不出业绩就应该让闲 如果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成绩 一样可以得到提拔 如果不想让动态管理机制流于形势 或成为打击一己的工具 就要舍得拿最亲近的人开刀 比如华为能顺利开展市场部集体辞职活动 是因为任正非首先把最亲近的市场部代总裁 毛生姜拿下了 为其他干部做出了榜样 本书作者也有被拿下的经历 他被任正非下放到了内蒙古偏远地区 做市场销售 而作者是任正非破格提拔上去的 在华为人眼里 他是任正非的自己人 以上是第四部分内容 在这一部分 我们讲了华为任用干部的方法 接下来进入第五个难题 调不动 这里的调不动是指调动不了人才的积极性 我们来看看华为的人才激励制度是如何设计的 激励制度也就是薪酬体系 华为的薪酬体系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员工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工资 又叫做固定工资 如何确定员工的固定工资呢 首先要区分岗位的价值 不同的岗位价值是不同的 岗位越重要 薪酬越高 例如 同样的是总监 在华为研发总监和销售总监的价值最大 他们的薪酬水平要远高于其他总监 如何评估岗位的重要性呢 华为的做法是把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召集起来讨论 明确岗位价值的几个原则 比如工作责任 复杂程度 以及对创新的要求等等 按照这些原则 高层协商讨论岗位价值 无法达成一致的 由任正非做最后的决定 岗位价值如果发生变动 在定期做动态调整 其次 让薪酬具备市场竞争力 有竞争力的薪酬 才能在市场上吸引到优秀人才 华为的做法是紧跟竞争对手 以通讯行业为例 20多年前 华为收集了西门子 摩托罗拉 爱立信 斯科 中兴的研发人员大致的薪酬数据 数据包含了研发初级岗位 高级岗位 以及专家的薪酬水平 在此基础上 华为制定了高于大多数竞争对手的薪酬水平 在吸引同行业人才的时候 会遇到薪资公平性的问题 由于从市场上新招聘的员工 往往会高于老员工 如果新员工和老员工一个价 公司就招不到人才 给新员工高工资 老员工有怨言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华为采用签约津贴的方式 如果新员工比老员工的工资高2000元 这笔高出来的工资 以签约费的方式按月发放两年 两年后 如果员工有能力将收入大幅增加 签约费就无足轻重了 如果两年后 员工没有成才 少了签约费等于降薪 也是合理的 薪酬体系的第二方面 奖金 奖金属于变动薪酬 它的设计主要有三个难点 一是要符合业务模式 每个公司的业务模式不同 决定了计算变动薪酬方式的差异 以销售为例 国内的销售大多采用底薪加提成的方式 采用这种方式的公司 他们的共同点是业务周期短 而华为早期的通讯业务 开发客户周期长 需要长期维护客户关系 因此 华为采用按项目或按年度发放奖金的制度 来激励销售人员 当然 华为销售人员的奖金是非常高的 第二个难点是该奖励谁的问题 国内大多数企业采用以奖励个人贡献为主的分配模式 比如一个部门的业绩极差 但该部门的某些员工却可以得到高额的奖金 原因是 按照个人绩效打分 这些员工确实绩效高 有资格拿高额奖金 而华为的做法不同 华为更看重团队的合作 为了鼓励团队合作 华为采用了个人业绩与团队业绩的联动机制 团队业绩差 个人的奖金就少 同时 对于级别越高的员工 与公司业绩联动的系数越高 如果公司不赚钱 高层员工受到的影响比基层员工的大 第三个难点是期望值管理 绩效考核按四档分为ABCD 大多数企业给员工的考核A或B占到了一半以上 但给的奖金却很少 华为的做法恰恰相反 B和C高达85% 奖金却没少给 这就牵涉到期望值管理的问题 考核得高分 奖金给的少 会让员工觉得做得再好也不过如此 而华为呢 45%的员工得C 却拿到了高额奖金 来年会加倍努力地回报公司 拿到A的员工只占10% 他们的奖金就更高了 也会符合预期 薪酬体系的第三方面是长效激励机制 华为从创业初始就实行长效激励 1990年 华为开始在内部集资 以每股一元的价格发行原始股 到了2002年 华为开始向员工分配虚拟股 虚拟股没有所有权和投票权 不能转让和出售 持有虚拟股的员工可以获得分红 以及对应的公司净资产增值部分 员工离职后 华为将回购虚拟股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虚拟股的规模已达上百亿股 收益非常丰厚 华为实施的长效激励可以让员工得到应有的回报 极大的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例如作者从1996年进入公司 当年就分到了股份 两年后的分红已经足够作者还清按揭贷款 这样的经历让作者更加相信华为不会让奋斗者吃亏 以上是第五部分的内容 最后我们来讲第六个难题 送不走 看看华为如何保持组织的活力 华为的长效激励机制在最初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但时间一长 持有股份和虚拟股的员工越来越多 长期激励效果大打折扣 如果把公司价值的创造者比作拉车人 而坐车人则是过去对公司做出贡献的实力阶层 华为面临的问题是坐车人越来越多 能给到拉车人的激励就越来越少 为了保持组织的活力 华为开始动手解决这些问题 主要方法有两大类 第一是改革长效激励机制 用国际上已经很成熟的TUP长效激励方案 逐步取代虚拟股 TUP是指现金奖励按时间递延的分配计划 举个例子 一个员工第一年分到了5000股 从第二年起开始分红 按虚拟股的分红方式 员工第二年就可以参与分红 但TUP则规定 员工第二年只享有三分之一的分红权 第三年享有三分之二的分红权 第四年才可以全额享有分红权 到了第五年 拿到全额分红的同时 进行股票值结算 由外部审计公司计算公司净资产 五年内净资产增值 股票价格也就升值了 员工可以拿到升值的部分 同时5000股清零 和虚拟股相比 TUP激励方案的好处有三点 一是解决了虚拟股的法律问题 虚拟股是中国特色的产物 不能得到所有国家的承认 限制了华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二是解决了五年之内 新员工的激励问题 一般来说 员工入职的前两年 属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期 之后是投资回报期 如果员工两年后离职 企业前期的投资等于打了水漂 而TUP的地研计划 让员工在跳槽时 多了一份顾虑 三是解决了拉车人 与坐车人的分配问题 当TUP实施的范围不断扩大 就能降低实力阶层的比重 保持组织活力的第二类方法是 适当运用退出机制 TUP并不会让实力阶层消失 对于做出过贡献的员工 华为设计了三种退出机制 第一种是辅业分流 华为成立了汇通公司 专门从事企业的商旅服务 比如为出差的员工订机票 订酒店 通过汇通公司 华为分流了很多元老干部 为他们在新公司安排了管理职务 第二种是角色转换 角色转换是指从公司的执行层 转换到非执行层 非执行层不参与公司的治理 比如退下来的高层干部 可以进入董事会 做风险管理 协调政府关系等工作 但董事会的职位毕竟有限 还有一种角色转换 是转到专家岗位 有的成了客户关系专家 负责大客户公关 有的成了市场策划专家 负责拟定市场攻坚方案 第三种是提前退休 2004年华为开始实行的退休政策 政策规定工龄满8年 年龄在45岁以上的员工 可以办理退休手续 公司给予现金补偿 这个政策针对早期持有 集资股的员工 股票分红给他们带来了 巨大的收益 工资和奖金 在他们眼里只是零花钱 不同于虚拟股 在退休后要被公司回购 退休员工手上的集资股 每年仍将拿到可观的分红 这种做法在短期内会提高企业的账务支出 但从长远来看 可以避免老员工的不作为 给年轻人腾出上升的空间 以上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 我们再来简单地回顾一下 第一部分 我们讲了华为解决人才引不进难题的方法是 给人才描绘美好的蓝图 并给足回报 第二部分 讲了华为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标准 解决选不准的难题 第三部分 我们讲了华为从上至下都重视培养人才 第四部分 讲了华为优先从最艰苦的地区提拔干部 解决人才涨不快的难题 第五部分 讲了华为的长效激励制度 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最后第六部分 讲了华为从多个渠道分流工程 保持组织的活力 正如华为基本法曾经强调过 人力资源不断增值的目标 优先于财务资本增值的目标 这说明 华为把人力资本放在了公司战略的首位 也正是对人才的重视 华为才能在重压下 不断地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具备了与世界顶尖科技公司抗衡的实力 好 这本华为团队工作法就为你解读到这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